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数码世界的大门即将再度开启 呼唤各位被选招的孩子们前来相聚 你还记得皮卡丘吗 还记得憨巴龟吗 还记得可大鸭吗 还有很多很多的数码宝贝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 这个电影是今天小编无意之中发现的 童年的时候看的是数码宝贝的连续剧 想不到这么多年之后出了这个告别的电影 其实我们都知道导演就是在卖我们的情怀 可还是很多人都愿意买单的 不是吗 官方于今日曝光的预售海报张力十足 语演效果让整个画面视觉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风采 蓝天白云夏是初代和二代被选招的孩子们 与各自的数码宝贝结伴 每个人都活力又青春 哪怕他们早已长大成人 褪去了青涩与莽撞 画面中间的那句终于等到你 可谓是承载了二十年的期盼 让陪伴数码宝贝一路走来的孩子们 终于有机会还童年一张电影票 数码宝贝最后的进化 主要讲述数码宝贝系列初代主角 八神太一与十田大 在各自数码宝贝的陪伴下 已经长成为二十二岁的大人 但他们平静的生活全因世界各地 频发被选招的孩子们昏迷世界而被打破 为了让世界不陷入危机之中 长大成人的初代主角们 与数码宝贝开启了最后的进化 这场长达二十年的冒险羁绊 也将走向尾声 此前本作的引进与定档 都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频频占据热搜高位 足以见到影片的强大号召力 所以预售通道已经开启 早已期待已久的粉丝朋友们 便早早购买电影票 奖战最佳观影位置 希望能第一时间在大荧幕上看到这部 各个方面都十分出色的 二十周年纪念作品 同时对于数码宝贝系列粉丝来说 数码宝贝最后的进化的上映 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剧长版动画上映 而是有关青春的一次回顾 因此绝对不能错过 数码宝贝最后的进化 不仅继续沿用了TV版主题曲 Betterfly更是邀请到了 打造初代数码宝贝的团队 亲自操刀制作 不留余力地将大家带回到 1999年的夏天 电影在日本上映以后 不少粉丝表示 这是数码宝贝系列 最好看的剧长版动画 在展现全新战斗的同时 又对初代的故事进行了回顾 记忆中的经典场景 出其不意地 转着了观众的眼泪 如今这部热血与 《泪点兼剧20周年情怀》之作 也终于要和国内的粉丝朋友们 见面了 这个电影说的是 孩子们都长大了 数码宝贝们也是要跟着长大的 这些被召唤的孩子 就要面对和自己的宝贝分别了 原来就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 也是在和我们告别 我知道我们真的长大了 也长大很久了 可是这些美好的东西 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片 无论过了多少年 一直在我们记忆最纯美的地方 现在这些美好的东西 都跑出来和我们告别了 真的是未免伤感的 看了评论 竟然没有找到吐槽这个电影的 真的很意外 可是想想 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为这些好评 是给我们童年的 评论里都是在怀念我们的童年 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小时候都是围在电视前 看这个电影的 原来我们这么多人 都是数码宝贝迷 数码宝贝里面的友情 里面的团结 面对困难不服输 里面的善良 这些东西丰富了我们的童年 给我们一扇窗 看到一个很有爱的世界 所以我们也是会用一辈子来怀念 无论是情怀还是制作 数码宝贝20周年纪念作品 数码宝贝最后的进化 都是一部影迷必看的品质佳作 影片预送现影开启 10月30日被选招的孩子们 见识 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20年之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全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